現在見到最新一次加息就加了75點子 你覺得接下來7月和9月兩次 是否每次都會加75點子 還有你的評估是美國的出現經濟衰退的機會又大不大 我覺得經歷完上次議息會議的整體短短時間 上個禮拜都被你整理了 我也是打算加50個點子 我又看漏了Walshook Journal的放風 為何Walshook Journal的放風這麼大的影響力 因為其實你參考這10年來講 聯儲局每次在10年前推QE2 跟著停QE加息 這些突如其來的轉變 每次都是Walshook Journal的經濟首席司上 作為一個聯儲局突然間轉態的風向位 所以市場就很相信這件事 最後結果又是中了 所以導致這些東西變得很快 未來的未來 我覺得如果你純粹只是單看加息加多少沒有意思 未來的未來聯儲局就是會加息 剛剛提到其中一件事 聯儲局現在提到一個很急進的加息 主要原因是去年沒有加到的 因為他們去年本身濟透了 現在要亡樣保勞 所以就急急地去加息 但帶來有一個轉變 為何這三個星期美股跌得這麼小呢 三大指數或者四大指數都是 三個星期跌了一成左右 論跌幅跌得比較急 原因就是這一刻市場在想的東西就是 聯儲局短線來說主要目標是以控制通脹為主 華智理經濟會是怎樣的 所以其實一個簡單方法就是控制通脹 大家經常問通脹何時見頂 應該快的了 但見頂的方法是甚麼呢 就是允許美國的經濟含入一個衰退 蕭條的狀況 不是蕭條的衰退為主 短暫的經濟衰退 很容易令到整體而言的市場 可以通脹壓制回到 所以你看到上個星期 就算說近期很硬正的國際油價 都一樣可以有一個急劇回落的狀況 市場開始相信經濟衰退了 所以你看到現在開始是明年 不是今年會不會經濟衰退 市場開始覺得多過50%的人認為 美國今年會出現經濟衰退 甚至關注的是明年的狀況 會不會經濟衰退 所以到這一刻你要分析 如果你要很關注聯儲局加多少息 其實老實說 我相信你只是猜過美股見底味 短線應該是沒有 現在最簡單的指標 我們覺得現在你去評論 短短這三個星期是跌得急的 但是不是一個恐慌性拋售 你看VIX指數 絕對告訴你不是 現在的VIX指數是30多左右 你見到會比較陰陰陰陰陰陰陰滰 所以我們覺得 當你要比股市有機會見底 第一方面一定要經歷一些恐慌性拋售 現在未知未知未知 因為主要的原因 你聽到市場有些聲音 就是說不用太害怕 經濟衰退 萬一真的出現的話 聯儲局又會減息 會再印銀子 我相信最终会是 但是问题就是 要经历完一轮恐慌性靠手 联储局才会开始转态 去讲明什么时候开始 其实你看上次的议息会议上面 都有讲到 他们有提及到2024年 可能会开始考虑减息 但是就是短线会有一个急进的加息 用加息的行动 令到经济衰退 经济衰退就可以控制化通胀 归根究底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我想最主要原因就是 特别在现界政府上面 很担心中期大选 现在说通胀的状况 摆明就是说影响 很简单 你站在美国居民角度上面 我真的说无论多 烏和局是不关我事的 但是我的能量价格上升了这么多 我有功做 但问题就是完全被通胀蠢息 你政府无可能习无庞态 这个就是说美国市场的最主要状况 所以这一刻联储局 类似是说一些责任 就是说成为市场的出气袋 所以你说未来要判断 联储局未来可能会够试印钮 但一定要经历完一个洪荒性炮瘦 所以简单来说我们觉得 现在未来要看的就是指数向下沉底 例如S&P500到3600这些位置 跌了这么多 在这个水平的时候短暂有个技术性反弹 是不奇怪的 但是它的趋势会仍然是向下 所以我觉得你去看 现在未来七月份 九月份 加多少息 这个未必是一个 如果你是媒传媒 你是媒体上面 当然要关注了 我写新闻的 但如果你纯粹用这些因素来判断 美股的走势上面 那就无谓了 因为现在未来可以有些很激进的加息行为 但是当经济陷入衰退的时候 可能当时 最多人问的 就是多少个机会率衰退 当去到100%市场 所有人士都肯定被衰退的时候 可能在炒东西就是炒减息 QE 救市救经济 所以我觉得现在最主要美股的问题 就是未经历完一轮洪荒性炮售 未来会不会因为 只是因为加息 而陷入一个洪荒性炮售 不会的 因为市场已经惯了 原来可以加一口气加50点子 一口气加4分3点子 当然会有些人会问 未来会不会一口气加1厘 这样计算 没说没可能的 但我觉得最怕不是这样 最怕是缩表进度加快 未来如果联储局考虑 再用一些手段去控制通胀 其中一个原因 缩表进度加快的话 就会有一个影响 但市场暂时没有这些想法 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 这一刻都已经衰退迹象显示出来 当衰退的时候 通胀一定会受到控制 所以是迟早的事 所以短线来说 你比较关注 可能看美国的经济数据 会相对比较有启示 至于联储局未来如何加息 我想分别不大 因为现在目标利率 都打算推到3.5至4厘左右 比原先已经高出很多 市场的实际负利率状况 应该已经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很多资产价格 有些温暖 好像比特币 美股不同的股份上 调整幅度都足够了 所以我想暂时来说 一个更加激进的加息行为 我觉得出现机会真的不高 但是出十五个点子 这些应该有机会发生 只不过就是说 其实最终1DN的目标利率 都是那个水平 只不过过程会如何走 所以如果未来这个月 你看到油价又回落 通胀受到控制 可能它又会变回50个点子 但是没有意思 因为市场就是肯定地 那些通胀回落的状况 因为经济衰退 可能会加大 所以未来就算联储局 不用一个急进的加息状况 也不代表美股会有机会好转